- 大家好,歡迎來到Sony台灣的YouTube官方頻道 今天呢我們邀請到兩位攝影師在同一個場景 用同一顆鏡頭拍攝同一個Model 在我右邊的是Kevin老師 欸,我... 你先啊... 左邊的是Alex老師 好,還有我們今天的Model,婷姨 好,那我們今天一共有兩個場景 我們就先前往第一個場地吧 OK,走 好,第一個場景 我們來到淡水重建街裡面的戀愛巷 會請兩位老師用Sony A74 配上2470 GM2代來進行拍攝 好,第一個場景我們就先... 天老師先開始好了 好,謝謝 之前的到旁邊去 好不好,我要開始 老師加油,老師加油 通常我們走到這種巷弄的地方的時候 如果要表現空間感的話 我會用所謂的線構圖 就是掌握這個重身 但是這個重身裡面其實我會看到 我會注意到幾個元素 第一個 背後 大樓 公寓 有點雜亂 所以通常來講 我如果要保留這個街道的結構 我就用人去擋住雜物 輕鬆的往前走 來東看西看 對 看高 對,再來 右邊 項弄 項弄裡面它是一個透視的結構 有沒有注意到旁邊像這些藤蔓 那它事實上 因為它有前後的關係 我就會利用它的前後 去製造出山景 2470其實很輕便 那我來試試它 70端 然後用最大的光圈 用最大的光圈來看看它前後的山景效果 好,再一點點項弄就可以了 很好 對 OK 好 來 再來呢 我會先框選出 我環境中看到我覺得不錯的元素 譬如說它有Pattern的墻壁 決定空景之後再把人物放進來 好,往前走 一二 走 下巴看一聽喔 對 對 呵呵呵呵呵呵 你頭髮亂 這種事情不要在前面演給人家看 我看一下 看一下 這邊是一個很亂的環境 如果說我們一般在攝影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叫做相機給你的正確曝光值 但是這個正確曝光值 未必是你在對這個環境 能夠找出它的一個新的價值出來 那我的做法呢 會利用收快門的方式 但是我光圈固定 然後把那個光呢 慢慢的調調調調出來 利用環境把人物襯托出來 好不好 OK 這張就完成了 現在目前面對的這個環境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是暗的 好,然後呢 旁邊有亮的 現在要做一個做法呢 是把所有的 那個所謂暗部的地方把它調出來 然後人物呢 我們可以再讓它進來一點點 等於說是把快門呢 我們再調慢一點點 然後呢 產生不一樣的 所謂High Key的那個現象和效果 好,我現在呢 把快門呢 放慢 接下來這個環境和這個點呢 我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有關於就是 一個那麼複雜或是一個很亂的點 通常你經過的時候 會把它變成是 你要拍攝的環境嗎 或是取景的點 但是對我來講的話 就是說 它這邊呢有它的層次感 你靠近到裡面去的時候呢 光不見 那你出來之後會受一點點光 這很像什麼 很像是那種 打燈下來的一個無影照的那個感覺 所以說它這邊呢 光線會非常的柔 因為有前面很多的數字的干擾 那你能不能很快速的去抓到 包括對焦點 那我現在目前用的是使用 A74的那個眼部對焦 其實它抓的速度還蠻快的 3 太棒了 因為現在12點喔 其實我覺得現在目前光線稍微有點強 那我們就把環境呢 轉換到室內去 因為其實在室內喔 對鏡頭對相機都很挑戰 那我們看它還有什麼新的不同的發現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環境喔 它是一個日式的防射 那這邊所看到的這種光線的感覺它是非常非常柔和 關鍵點是在於你怎麼取這些角度然後應用這些光線 那我現在的做法呢 我是請聽一下目前就坐在這邊 因為剛好這邊有一個道光 其實我覺得關鍵點就是在於 這道光打在它身上之後的那個效果和感覺 然後呢現在我想要用 大光圈然後加上70端的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感覺 我在結構上來講喔 我就很刻意的去做一些裁切 尤其是頭部的 2 3 其實喔這樣子用70端然後 會不會細節不見 其實你可以看到目前這個畫面喔 還有這個質感 我體會到也感受到它在細節的表現上來講 可圈可點 這樣子一個室內空間的地方 它是一個日式的住宅 那本身建築它就會有一定的特色的形式下 除了光線 那再來就是考量有什麼樣的特色元素可以放到畫面裡面 再來根據這個畫面元素的特性去調整人物的表現 現在這個位置 光線從我的左邊過來 一個大面慢色的光線 所以人物臉部的光線會非常的足夠 順便利用它那個玻璃喔 去映照出外面院子的景色 畫面中的元素會變得比較豐富 那我們剛拍完順光之後 接下來是逆光拍攝 順便把這個樣的建築特色以它的空間感表現出來 這裡面的門板跟外面 走廊外的那個窗會形成兩個空間 那人物現在是逆光 逆光的拍攝會需要的是要有暗部的背景 所以我現在的調整是 我會順便帶到右邊這個窗花 這樣子呢我會在人物裡面 調出一個比例 我會充分的把現場的環境 跟人物的特色跟人物結合在一起 像這裡光源是從我的右手邊過來 那我這裡是帶入人物在走廊上 帶到室內也是把內外交代 我會移動我的位置 去把這個空間所謂的透視感 就是內與外 遠跟近 同時放在一個畫框裡面 好那我們第一個鏡頭拍完囉 請問兩位老師剛剛覺得這顆2470 GM2代 怎麼樣感覺 我覺得齁 我個人是覺得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它的焦段運用非常的靈活 我最喜歡的 就是那個對焦輸入有夠快 對 真的真的 那輕量化是我現在目前最追求 我一開始還真的以為你拿那個35定交給我 又輕又小了一點嘛 小了一節啊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的舊瘦 那S老師呢 我覺得今天從第一個點到第二個點之間的 差異性的應用 就是說我用廣角還有長焦的那個表現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對於中間焦段是沒什麼大的爭議 但是對於廣角端和長焦端 其實它畫質的表現非常棒 還有一點我跟大家說一下 它有那個變焦的那個 它是有 你可以改變它的阻尼的那個效果 阻尼感還蠻好的 對 所以說我剛才轉錯 我以為怎麼都轉不動 還是說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用在錄影上來講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好的一個力氣 會比較穩定一點 對對對 你現在才知道 好啦 好謝謝兩位老師 那我們就請問下一個地點囉 OK走 好第二個場景 我們來到淡水的護尾魚港 在這邊呢會請兩位老師用Sony的AC4 搭上50GM這顆鏡頭進行拍攝 那這邊我們就請 欸老師先開始 好啦好不好 OK好 早上我拍的畫面呢 氛圍會比較沉靜比較安靜 那下午的部分我想換一個調子 讓它整個開心起來 然後所以說就有很多的動態的這種表現方式 所以說等一下呢就跟著我來 然後我們把這些景找出來拍給大家看 OK好走 好加油老師加油 欸走啊 那個這個地方喔 其實我覺得剛剛遠遠看過來 吸引我們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背景還有角度 其實關鍵點就在於這幾個色塊 好所以說你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高度的時候呢 你把這個拍攝的角度拉上拉下的時候呢 它所帶到的色塊就可以帶進去了 基本上就是人物的位置點 還有包括了那個花的位置點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左右平衡 所以說人物的點它整個組合起來的這個結構 就是我在平常在做 所謂畫面結構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 從剛剛這樣子走過來喔 其實我覺得剛好拿到一個道具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道具呢 把這個情境還有這個感覺 還有吃冰的這個feel 從背後呢一起把它帶進來 所以說婷姨等一下你呢 在吃的感覺 就挖一口準備要吃的感覺 然後面向陽光那一帶 對對對 接下來喔 你往我這邊走過來 然後看旁邊 2 3 海邊那邊 如果我們在一個點再到另外一個點 之前先談好之後 讓它在這個環境裡面 讓它自由自在的去玩 這玩的過程當中呢 利用你在拍片的這種能力 和拍片的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去把裡面就像是一個movie 就像一個影片裡面 每一個環節你就自己去切 那我想基本上像這樣子的拍攝手法 可以用在自己家人 自己的朋友 然後呢 取出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活的一些影像和照片 我們拍那麼久 你到底會不會 該你的 該我了吧 我會先把地標性考量在裡面 然後就是人物比較生活感 比較自然的表現 這樣的拍攝其實很注重人物自然的表現 所以我在構圖上也會不那麼的嚴謹 我不會太刻意去強調水平跟垂直的問題 它很那種生活即逝感 那這個地方我會讓它稍微活潑一點 因為跳躍嘛 跳躍起來可能會覺得 表現上應該是稍微活潑一點會比較好 我利用這邊的黃色塊 錯綜複雜 超讚 50 1.2的閃錦完全給我用上了啦 先看看這個位置 這裡有個交叉 站在這裡 兩手摸摸上面 看著我 從我那個方向看過來 柱子有個交叉的結構 這種是屬於有趣的結構性 我們一般會認為拍人像臉部都要足夠亮 我現在刻意拍一個背影是類似剪影 因為我要接近藍掉的天空以及那個黃色的燈泡 那這樣的話迫使人物會變暗 就是說我不見得看到人 甚至整個畫面讓它暗掉 但是我的重點移轉到了天空跟剛剛開始亮起的燈 在這次拍攝裡面從開始到這邊 情緒從很淡的情緒到很開心的情緒 到很放空 乃至於亮調子到比較暗的調子 好那我們今天兩個參與拍攝完啦 想請問一下兩位老師 今天用GM鏡頭拍攝的作品還滿意嗎 可以嗎老師 我是今天很習慣 G&G應該有這樣子的表現 但是我今天比較驚豔的是 2070 2D2代 所以這一顆我覺得非常驚訝 是重量、體積、速度 還有整個的橙色的表現 我覺得我訝異到 我用鞋子今天特別順手 其實我覺得這兩顆鏡頭 我覺得我不訝異 它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50GM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有在用 那我會覺得這次用在這樣子一個 叫做沒有光線干擾之下的環境下 它能夠幫我提升多少 我一直都是很在意細節的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邊表現出來的質感 其實這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想要的目標影像 就在這邊呈現 好啦 這是以上今天的影片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Sony台灣的YouTube頻道 以後還有更精采的影片內容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